Renderforce.com 仰立伟补选自推候选人 三大因素呈柯文哲考量重点 北市大同事临选区即将进行立伟补选,绿白是否再次合作成焦点,不过日前柯文哲幕僚学子 黄静莹,北市府发言人刘毅停转已将户籍迁往该区 有评论指出,柯代立伟补选自推候选人,恐是考量三个因素 台北市长柯文哲,本报资料找,王英豪社 台北市立伟补选即将在明年1月27日登场,被视为柯家军的学姐黄静莹,市府发言人刘毅停,官传局长陈思瑜以及近半发言人林小琪都被点名参选 柯文哲昨被问到此事时表示,该准备的先准备,有想法,有医院的大家先准备,再来决定 剧中评设报道,柯会代立为补选自推候选人原因有三 一味寒流让柯文哲网路声量锐减 必须要有话题吸引媒体,引发讨论,维持网路声量,若柯家军参选可带动媒体关注 二,柯办发言人林小琪曾在政论节目上表明,白绿合作的前提,民进党要先讲清楚之前在打选战的过程中 给柯的抹黑、抹黄、抹红 而此次立委补选正好承罚邂口,因此才有陈思雨、林小琪、刘义廷与黄敬盈等选项 并使民进党采取动作而推派不同的人选 其中林小琪、刘义廷是最不可能当选的 若派林、刘代表是一丝一丝 对绿人情留一线,但若只派黄敬盈,陈思雨出马登记,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此外,柯文哲周日在北市府前广场举办感恩签唱会时表示 选举结果有输赢,但整个台湾社会还是要往前走 很高兴这场选举在台湾历史意义代表 除了蓝绿外还有新的选择,感谢台北市民选择台湾价值 对此,该评认为 柯文哲定位台湾价值,更是加深各界关注柯会否进一步参宣 2020,因此若柯文哲派谁出马最有可能更进一步 若是推派黄 陈二仁,意义就不仅在闹场,可能就是白绿剑真章,也是柯文哲对2020的布局 阳衢 阳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